不是有时候那个抹黑抹红 到一个太过头了 还是会引起反弹 应该是这样 话说的理所当然 但好心情不难看出 因为年底选战反科声浪不断 422更有科黑大游行 现在却有家长会长团体站出来 力挺柯文哲 基于教育 柯市长没有让我们家长团体失望 我们当然会支持他继续连任 不叫威胁市议员不挺柯皮 怎么不说这些市议员 有人被姚文志给威胁绑架 基于同志情谊 我不好意思不去参加 你422的大游行 不是吗 不然应该这样讲 我们就是每天做该做的事 其实不管教育 不管每一方面 我们就听大家的意见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价值理念 该做的就一直推出去 教育政策该做就做 可让家长团体很买单 不仅放话会力挺柯文哲连任到底 还扬言哪个民进党议员参选人 嫌自己的票太多 就会号召旗下所有家长会长 用选票抵制 大家这样子的二分法 其实对我们党团的成员 都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也呼吁党中央 还有呼吁选对会 能够尽速做一个决定 那就请柯文哲不要再去分化民进党 那为什么到现在 党中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其实问题是在于说 其实板坛的声浪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 我们其实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绿营议员越说越气愤 毕竟党中央为了要不要礼让柯文哲拿不定主意 原本的反柯基层声浪又分裂 挺柯反柯各占一方 议员又急着找母鸡带领拼选举 台北市长选战这一局 民进党陷入僵局 反倒让柯文哲一旁看戏 欢迎新闻科黄铭 吕佳恒台北报道